人民银行、中正监等四部委去年发表 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提出30条具体措施 以推动内地和港澳金融合作 这间金融科技公司 2013年在香港成立 第二年已经将业务扩展到深圳 创办人说 公司推行香港金融、深圳科技的人才策略 希望达到人财互补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以来累积了很多金融的人才 从传统的风险管理 到企业融资方面 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结合深圳 其实有很好的科技研发的人才 他们有很大的互联网公司在深圳 我们这两方面刚好结合了 就融入了两面的优势 现时集团员工大约有800人 大部分员工在内地工作 而内地员工里面 有四分一人负责科技研发 龙佩智说 不论在香港还是内地 都有各类措施帮助金融科技业发展 我们一直都留意到 香港创科局都公布了一些 人才方面的优惠 吸引香港人去内地做一些创科行业 上年是第二次拿到国家高科技验证 针对一些企业做高科技研发 和应用方面有成果 就有这些政策上的支持 后面也有一些政府上的补助 可以帮助你继续鼓励更多研发 他又说 未来随着跨境理财通推出 投资产品会更多样化 相信公司能够因此增加客源 南向通是指在大湾区的内地居民 通过港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 购买港澳地区银行销售合资格的投资产品 北向通即指港澳居民 通过在大湾区内地银行开立投资专户 购买内地银行销售合资格的投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